机动特遣队需要基金会各部门中抽调人员组成的经营单位 被用来处理特殊威胁或某些时候超过普通外勤人员处理能力或专业范围的情况 并且在需要时可能会在设施或地点之间调动 机动特遣队在基金会里代表精英中的精英 机动特遣队的规模、构成和目标各不相同 一个营级规模的战斗型特遣队被训练应对高侵略型个体 可能包含上百名士兵以及支援人员、车辆和装备 并能整个或部分部署到全球来处理威胁 尽管如此,并非所有机动特遣队都是战斗型 一个小型的专业情报搜索或调查特遣队 如果被认为规模足够他们完成任务 可能还不到10人 这支影片就要来为大家介绍TOP5这个机动特遣队 TOP5是一个拥有极高战斗能力的机动特遣队 主要站立来自于轮回小队 轮回小队由四位可重生的队员组成 分别被称为Yuangtu、Anru、Nanku、Monru 被用来测试一些实验性超科技 以及执行一些传统机动特遣队难以升任的超高风险任务 他们是由死去的神的血肉创造出来的不死半机械复制人 他们具有人类的外表 类似印度与西班牙混血 Yuangtu、Monru是男性 而Nanku、Anru是女性 他们原本是来自普罗米修斯实验室公司轮回计划的产物 普罗米修斯实验室公司是一家私人经营的企业 建于1892年 公司专注于研究和开发用于商业和私人销售的异常科技 在1998年事件前 普罗米修斯实验室公司被认为是基因会最高产的竞争对手之一 在大众眼中 它是一家高品质电子产品、医疗产品、药物、汽车、光学仪器 以及工业产品的巨型供应商 这些产品均从其异常研究中发展而来 普罗米修斯实验室也与世界上各军队签有不同等级的合约 主要是美国 它会对组织开发了不及其出的专业技术 加强其军事力量 比如 轮回计划的起源是普罗米修斯实验室公司 在塔伟纳斯沙漠发现的神秘物体 这些东西包括一具大型 重达9000公斤的类人生物尸体 拥有由一种未知金属合金制成的一支 这些一支显示出于尸体器官的高度一体化 并且没有表现出任何排斥反应 而尸体和一支都被监测到散发者EV1 EV1简单来说就是生命力能量 在基因会宇宙的设定中 奇术的使用者能通过操纵EV1来改变现实 而尸体和一支上的EV1 都是来自同一个奇术能量源 一个器官被认为是一个肝脏 被从尸体中移除以便进行研究 从器官中得到的细胞表现出非凡的再生能力 一组培养细胞在待会30小时后 就长回了一个完整的肝脏 此外 还有几件手工艺品也被发现 这些手工艺品被认为带有宗教性质 制成这些工艺品的合金 和尸体的一支合金是相同的 这些手工艺品也放射EV1例子 并且由与尸体和一支同样的信号 这些手工艺品被认为 从与尸体和一支相同的来源中 获取其出力量 最后对这些物体的研究产生了轮回计划 四个志愿者将它们的意识上传进电脑中 在下载进由尸体的特殊细胞复制出的身体内 它们能借由电脑备份的意识与记忆 当身体意外死亡时 能将备份的意识重新载入新的复制体中 以此达成不死 但是这个尸体实际上是一位叫做四语之主的神的肉体 而轮回计划进行的地点 被四语之主的信徒们发现 信徒们攻击了这个设施 并杀害大部分人员 设施在爆炸中被摧毁 虽然藏在地下的轮回计划复制装置得以幸存 但是备份的意识都遭到破坏 只剩下简单的性质范本 普罗米修斯实验室公司在1998年解体 许多开发中的项目被基金会获取 部分剩余的员工进入到基金会工作 一位在攻击下幸存的前员工 带领基金会找到了轮回机器的所在地 藉由这个他们制造出了轮回小队 并组建了机动特前队Top5 因为拥有来自四语之主的肉体 他们具有几个特征 1.极强的再生能力 除了不会感到疼痛之外 他们能抵抗大部分的伤害 并从其复原 2.极易改造的身体 他们的身体能接受各种机器的改造 而不会产生排斥反应 并且基金会也会是任务需要 给予合适的超科技改造装备 奇术能力 虽然几乎不使用奇术 但轮回小队理论上 拥有来自四语之主的奇术能力 并且能使用奇术性的植物物 虽然有很强的战斗力 但轮回小队成员最主要的能力 还是他们不死的特性 当他们的身体受到致命的伤害时 他们能将意识和记忆上传 在下载静心的复制体中 即使来不及上传 他们也能用最近一次的备份重构 不过这种方式 就会使他们失去上次备份 到死亡的记忆 藉由这种方式 他们能达到实用层面上的不死 关于轮回小队的故事 最主要是来自一个 叫做神话的系列文档 另外他们也在SCP-1730中 扮演着蛮重要的角色 首先先来讲讲神话这个系列 这系列一共有六篇文档组成 而文档的顺序 其实并不是按照发生的顺序 这里会有一个整理好的时间线 来讲述整个故事 故事中有个非常重要的神 被称作赐语之主 也被称作人类晋升之主 创神者 蛇之行 阿萨之乐 赐语之主主要由精神能量组成 据说他有能力帮助人类神话 使人类获得神格 故事的起源在基金会宇宙的十世纪 赐语之主为了获得力量 以物质形态显现在地球上 他变成一个巨大的人心尸体 他给予人们力量 知识 之后他聚集了信徒 而其中一个人特别受他青睐 这个人在故事中被称为武士 作为赐语之主全能的展示 武士被给予了强大的改造 包括左手 右眼 大脑 血液 内脏 这使得他有可怕的破坏能力 被改造的左手能瞬间抹消整个村庄 右眼具有露影和投影的功能 大脑使他无法入睡 此外还具有高速移动 以及让子弹偏移的能力 借着武士以及他的信徒 赐语之主得以扩展他的力量 但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 他开始死去 肉体为原本是精神能量的他带来的力量 却也伴随着死亡性 为了回避死亡 他将自己分成三份 灵魂 心智和身体 他利用武士储存自己的灵魂 并将武士困在西班牙北部的山洞中数百年 保证自己的安全 他压抑自己的心智 使其沉睡在身体中 将身体藏在塔维纳斯沙漠中 他希望将自己保持这个状态 直到强大到能复活 但身体却被普罗米修斯实验室公司发现 并以此发展出了轮回计划 在过程中他们也发现了赐予之主的心智 并将它困进电脑中 接着就像之前提过的 轮回计划进行的地点被赐予之主的信徒们攻击 大部分人员被杀害 设施在爆炸中被摧毁 后来基因会借由幸存的轮回计划复制装置 和简单的心智范本 制造出了轮回小队 并组建了机动特检队Top5 在一次事件中 基因会遇到一个难题 一间异常的农舍 所有的机械靠性就会停止运作 有机物身上则会出现快速生长的肿瘤 并且影响的范围还不停扩大 轮回小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出动 因为是以简单的心智范本构成的 他们缺乏人性 基金会技术员给了他们一个 极度危险的测试中仪器 以对抗异常 这仪器导致粘苦细带的炸弹爆炸 使他左脸严重受伤变形 但他们却完全不在意 他们上一作战却不理解人类的情感 他们会尝试着表现得更像人类 但时常表现出错误的情绪 在屋内除了长满肿瘤的 激动特险队队员尸体外 他们发现了一团吟唱着的肉块 他们对肉块开枪 但子弹遇到肉块都弹飞出去 最后他们发现 这个肉块只有被其他生物组织接触时 才能被影响 队长遗忘图思考后 毫不犹豫地将内因苦杀死 将手榴弹埋进他的嘴中 把他的头埋进肉块内 并成功破坏了肉块 在破坏肉块后 猫如发现了一本可能是异常来源的书 并将他拿走 当内因苦复活后回到房间时 另外三人正在看着这本书 而书的内容提到 如何召唤一个神 接着基金会发现了困在山洞中的武士 但只有部分的记忆和能力 将他编号为SCP-2970 并得知了次与之主的存在 与此同时 一群次与之主的信徒奇数时 策划着次与之主的复活仪式 但这并不是次与之主的计划 他影响了武士 让他泄露信徒的所在位置和目的 基金会派出了Top5去进攻这个地方 而轮回小队成员被给予了 针对任务的超科技装备 因为轮回小队成员的活跃 任务大获成功 他们阻止了仪式 无效化了三个强力奇数时 其中一个被杀害 另外两个被捕获 但仍有一个成功逃走 在任务中 虽然轮回小队一人阵亡 一人重伤 但他们还是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任务指挥官对他们的评价是 有极高的战斗能力和经验 以及普通士兵不可能具备的 极高的勇气和危险容忍度 他们能在极度危险的任务中 表现得极度高效 他们没有冒不必要的风险 没有将任何人员生命 或基金会利益 置于不必要的危险中 就完成了所有任务目标 一般的军事实践中 部队在呈受30%的伤亡之后 就被认为已经被消灭了 但轮回小队 在半数失效的状况下完成了任务 他们在数周后就能以凝聚 训练有素 完整经验的状态 再次准备好作战 而且不需要以替换人员重建单位 之后 因为之前从武士得到游泳资讯 基金会决定试图重启 武士眼睛和脑部的植入物 以获取完整的记忆 他们成功地恢复武士的脑部功能 藉由他眼睛的投影 看到了武士崇拜一个 黑色巨大人形实体的场景 恢复记忆和能力的武士 想起了次与之主对他做的事 他使用他的能力 瘫痪了站点所有的电力设备 并逃离站点 去找次与之主以寻求复仇 为了重新收容SCP-2970 轮回小队被派出 追踪武士到了荒废的 普罗米修斯实验室试验场 在进入试验场后 轮回小队面对大量的机械改造人 但轻而易举地就将他们杀害前进 因为轮回小队和武士 都有一部分来自次与之主 次与之主能直接将声音传达进他们脑中 他以此将轮回小队和武士 都引导进有囚禁刺语之主新制的电脑的房间中 刺语之主希望回归完整复活 而武士希望掌握神的全能 不管哪个都需要拥有神的肉体的轮回小队的帮助 刺语之主说服轮回小队 加入他他们将飞升神化 而武士则诉求他们人性的一面 告诉轮回小队加入他 他们才能成为真正的人类 而这个故事也在此分成三个结局 选择加入刺语之主 轮回小队拿出先前任务拿到的书 复活刺语之主 刺语之主收回了武士身上的灵魂 还有所有的改造物 导致武士死亡 刺语之主之后离开了现实回到神域之中 而轮回小队也伴随着他消失 如果选择加入武士 武士握住了轮回小队的手 神的灵魂与身体连结带给他强大的力量 他将被囚禁在电脑中的心智拉出吞噬 武士成为了神 而轮回小队怎能被他像身体般控制 与此同时 轮回小队的复制机器 开始以极快的速度复制出新的躯体 而这些躯体也全部被武士所控制 在最后一个结局中 他们没有交入任何人 他们互相对视 点了点头 念苦用被改造后的手 变形成电磁炮杀死了武士 并破坏了囚信思语之主心智的电脑 他们不承认自己是任何事物的一部分 相信自己是人 这是他们第一次有这种想法 但之后 他们却不禁怀疑到 一直生活在同个房间中 总是服从他们是否真的能成为人 是否有被信任 还是仅仅是奴隶 思考了许久 私人中的一人 芒卢说道 我们不是奴隶 我们是人 我们所有人都在为这个世界 成为更美好的地方而奋斗 但是我们将被平等的对待 我们不会被关在房里 我们将能够生活 学习 爱 和创造 我们不需要成为人类 我们已经是了 而且没有人能将其从我们这里夺走 他们最后以自己的意志 作为top5的一员 继续为基金回工作 虽然并没有明确地说 哪个结局才是真的 但在其他相关文档中提到的544框来看 第三个结局才是实际发生的事 以上就是神话系列文档大致的内容 但他们在SCP-1730中也有蛮重要的角色 这里稍微简单介绍一下SCP-1730 SCP-1730是平行宇宙的基金会收容站点 Size 43 在这个平行宇宙中 基金会因为许多原因被GOC所接收 被接收后的基金会 大幅改变对异常个体的处理方法 开始大量地以这些个体做不人道的实验 并在他们死亡后将他们焚回 焚伤完的残骸则被送进尸坑里 依靠着这些实验结果 他们成功地收容许多神级的SCP 但这种做法却引发了员工的不满 但基金会依然维持着苍蝇的作风 一名抗议的员工甚至差点被殴打致死 这位员工伪造了处决记录 救下了一个只能靠协议为生的水智男孩 没有死亡的水智男孩被送进尸坑里 与焚烧过的异常残骸结合 成为了一个无比强大的异常个体 并导致收容失效 迫使他们启动了最后的手段 一个被称为SASURE的仪器 能将整个站点转移到别的宇宙中 于是Size 43 便被转移到了基金会所在的宇宙 成为SCP-1730 基金会派出了多支机动特遣队进入SCP-1730 却都在被攻击后下落不明 最后一支进入的机动特遣队Apollo 3 成功找到了幸存者 但却也受困 基金会派出Top5的轮回小队进入救援 Top5很快就抵达了他们的所在地 并协助他们撤离 但在过程中遭到了水智男孩的攻击 他们最后放出了在平行宇宙中 被收容的SCP-2845和SCP-001 在三个个体混战时 其余的人趁机逃离SCP-1730 而Dita9幸存的队长 则和一名轮回小队成员去启动Thresher 将SCP-1730转移到其他宇宙 以上就是机动特遣队Top5的介绍 Top5算是平价两级的机动特遣队 因为他们基本上就是不死的超级英雄 连在1730故事中 都被其他的机动特遣队细成是金刚战士 喜欢的人很喜欢 不喜欢的人就很无感 不过他们也不是单纯的强大而已 整个神话系列的故事的中心 简单来说就是 无法理解情感的改造人 希望成为人类 最后动物他们其实已经是人类了 这个系列故事也是2016年MTF竞赛的第三名 本来想多介绍几个机动特遣队 但发现这样一个就讲了很长时间 剩下的就留到了之后再介绍吧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论不喜欢吧 希望我组成为SCP的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